花莉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辅导计划 109年起开跑到现在受到长者喜欢 而行政院农委会透过绿场域 绿饮食 绿疗域 绿陪伴等四大主轴 服务农村高龄者 而其中绿饮食希望开发出适合高龄者的共同菜单 因此举办绿饮食示范课程 花莉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辅导计划 109年起开跑到现在受到高龄长者的喜欢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透过绿场域 绿饮食 绿疗域 绿陪伴四大主轴服务农村高龄者 其中绿饮食希望开发出适合高龄者的共餐菜单 因此举办了绿饮食的示范课程 做自己的菜单的时候呢 我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一个餐盘里头 能够达到六个东西都要搭进去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喝牛奶 因为有人喝牛奶会拉肚子 那你就牛奶比较大 没关系 那比如说水果另外再放就可以了 四个格子里头自己配 营养师依照各个社区农特产 以及当季农作物讲解营养学知识 依照各社区日常饮食 以及长者身体健康状态 调整符合营养学的菜色 以及社区独有的特色菜单 总共有六个社区 一个社区一场次 共六场次的课程 就是所谓六大类菌肥营养 因为其实我们在理床上 常常会发现很多长辈 其实对于所谓的含糖类的食物 他不太清楚 而当我的含糖类的食物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在说 像是玉米它不是蔬菜 它其实是所谓的淀粉类 就跟吃饭一样 那想要带领它 让它们认识更清楚 那这样对于它们在血脂肪控制上 或是所谓的血脂肪控制上 这样对它们可以更了解 而能够控制得更好 目的就是要让社区青年与照顾者 了解营养学知识 从而协助改善长者饮食习惯 以及健康状况 也依据在地特色 及文化开发不同菜单 结合了在地特色食材 常见农作 应用于日后共餐照顾上 使长者在饮食的部分受到更妥善的照顾 借着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